同學們好 我們來把雙片數函數的偏微分 做過兩例子看一下答案是多少 左邊這個例子 它是比較單純的函數 就是多項式構成的函數 那我們就看一下 其實都是跟單片數函數的微分法則一模一樣 那我們就照著我們學獲的微分概念處理它 當我問說函數要對x微分是多少的話 我會在f的右下角加一個x 代表要對x微分 f對x微分的話 那就是對它一個微分的表達方式 如果你是偏微分的話請用這個符號 這代表偏微分 不要寫成那個b 你寫成d的話 不對 寫成d的話代表單變數函數的微分 如果你是兩個以上變數的微分的話 請你把那個d改成 其實這個叫做七大字母的d 反正就改成偏微分的符號 現在的函數是 3x減掉x平方y平方 再加上兩倍的x立方y 這個要對x偏微分 那偏微分的過程是把y當作常數 所以用觀察就知道了 就是3x對x微分得到3 然後第二項在對x微分的時候 y平方當作常數 所以x平方的微分是2x 最後一項 也是要把y當作常數來微分 然後3回到前面 然後3得6 6x平方y 這是左邊這個題目 對x微分的答案 如果對y微分也一樣的概念的話 我就算一下 一樣的概念確實沒有錯 確實是一樣的概念喔 首先還是一樣用天微分的符號 然後它的第一項裡面沒有y相關的相似 x在微分的過程中是當作常數 所以我就0了 因為x跟y是兩個互為獨立的變數 或是講說它不會互相影響對方 所以前面那項的微分是0 中間這一項的微分 就是只要把y平方拿來微分就好 其他不管它 所以減掉兩倍的x平方y 最後一項就是y的一次方對y微分得到的1 再乘上兩倍的x立方 左半邊這個處理方式 我們遇到的函數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就快算出答案來 右半邊這個函數稍微有點複雜 提醒一下同學說 這數學界在寫上函數的過程中 它不會針對x平方y做刮讀喔 有些同學會說 老師你這樣寫 我就把y當作是存在sin的外面的一個變數 這樣不行喔 因為這是大家一定成熟的 就大家已經約定好了 我寫成這樣就代表x平方y 整個要做三行數的運算 你不能在那邊跟我說 說不定我的意思是 只有x平方要做sin的運算 y不用參加運算 不是喔 那個數學界的約定成熟的概念是說 我就是x平方y 不刮乎也一樣喔 我就是x平方y整項要做三行數的運算 不用寫刮乎啦 上面這個寫法當然也對 但是不用寫刮乎 我們也要認識這是一樣的意思喔 那我們就來微分看看 當我對x微分的時候 因為我有兩函數相乘的狀況 各同學在更早以前你們應該學過 函數相乘的微分法則 這單變數函數的過程 現在是用雙變數函數的微分 以前如果單變數函數的話 我們會證明過說 就是f的微分乘上g函數 一個為前面的 還有一個是為後面的 一個是為f 一個為g函數 最後做相加 一樣的原則喔 現在就是我來微分前面的 前面對x微分 當然有些同學說 我先慢慢寫好了 就這裡有一些的觀念 也描述一下好了 沒有說我們現在是一個 叫log函數乘在前面 然後有一個上函數乘在後面 因為它有兩面數 所以我把微分符號 改成偏微分 然後我又遇到兩種函數相乘的微分 現在確實有兩種函數相乘 所以我就一個為前面的 一個為後面的 好那 如果我為前面的話 如果我只為前面的話 我會發現說 這個是一個單邊算數的微分 還需要寫偏微分嗎 等一下解釋 你寫也可以 你不寫也沒關係 一個為前面的 一個為後面的 就是前面不動它 後面的來為分 好 那我剛剛有說 當我對log函數 x這個函數微分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是一個單邊數函數的問題 那單邊數函數的微分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偏微分 改成長微分呢 可以 那你寫偏微分也對喔 因為我是從上面往下寫的 我寫偏微分也沒錯 但是我也可以自己做判斷說 這是一個單邊數函數的微分 我自動把它寫成長微分的符號 也對啦 這樣也OK 保留偏微分也對 你要把它寫成長微分也OK 接著就是log函數的微分法則 這個有基本函數的微分要記一下的 你要記一下log函數的微分是x分之1 一定要記一下 不然每次在那邊重新推倒會太累了 就是基本函數的微分要稍微記一下 好x分之1的 再乘上sinx平方y 另外一下也要了解一下 就散數的微分 但是我在微分的時候 我要使用隱函數微分法則 什麼叫隱函數微分法則呢 就是我先針對x平方y做微分 後面再把x平方y拿來對x微分 這樣的話會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對上函數的微分很清楚 上函數的微分是cos 那現在後面的變數一整項來看 我剛才有說不加刮五也對 就是直接寫成x平方y也可以 不一定要加刮五 後面對x微分的話 就是多乘上一個2xy 相當於x平方對x的微分處理一下 我剛才已經處理出後面的不像字 應該有的那個答案 我就把這個答案乘上logx寫在這裡 加上兩倍的xy 乘上logx 再乘上cos的x平方y 這是對x微分的時候得到的答案 如果是要對y微分呢 對y比較簡單 因為前面這個像是跟y無關 所以它不是兩個相乘函數要微分的狀況 相對來說比較單純 就寫在這裡 函數f對y微分的過程中 logx不理它 logx當作常數了 好 我只有後面的上乘數要微分 那這個上乘數在微分的過程中 一樣的用隱含數微分法則 先對x平方y微分 再把x平方y 拿來對y微分 好 那關鍵在後面這項 後面那項的微分會得到x平方 好 前面的剛剛處理過 前面會變成cos 所以答案就會是x平方 乘最前面 再乘上logx 再乘上cos的x平方y 好 我再調調一下 那個sin後面那個瓜糊 不一定要寫 那個大家 很多老師不寫了 大家要知道說不寫 也代表x平方y 要做上乘數的運算 好 以上請同學參考